请各位在讲义里面 我有放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我讲过最重要的是逻辑你要清楚 第二的话就是回圈的叙述 你也要清楚 所以回去的话 也许你可以参考这一个部分 或者是说你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那我有把那个 就是说这个表单传递资料 这个已经先放上来了 如果兴趣同学可以自己先玩玩看 那讲这个之前 底下有那个什么 基本语法结构控制这个 这个是上学期的三个最主要单元 所以如果不管你上学期 有没有上这个课 回去请各位自己试做 那里面的话 大概我刚刚有demo的第一个 就是那个判断什么 判断那个年龄部分 你可以试做 程式我基本上有一些有放上去 有些没放上去的话 那可能你要自己打的 第二个是BMI 这个BMI练习的话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但未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BMI 把它改成Jungle版 把它改成Jungle版 这个有印象吧 BMI练习的话 实际上就是输入什么 输入体重 输入身高 然后判断它的BMI 这个BMI 我是Google打BMI 它会跳一个那个 好像第一个还第二个连结吧 它有一个 我把那个逻辑拿来改而已 那里面基本上 BMI 它需要的就是说 input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前面有个flow 这个flow指的是有小数点 int的话 刚刚不会我们用int int是转换成整数 所有的整数是没有小数点 但未来如果说你有小数点的话 请务必要flow 如果你用int的话 假如它输入说 因为现在很在乎 我是79.9公斤 对不对 你干脆输入80就好了 跟它补一样 它就一定要是79.9 这样 那我是身高多少 我是1 17 180 它一定是180 一定要高一点 等等 反正180.5好了 如果说你这个 用int 它就自动帮你把小数点去掉 ok 所以如果我这边有小数点 我就用flow指 那判断的话 如果BMI 算出来结果 18.5以下是过轻 然后到多少 35以上 中度肥胖 再来 大于35 这个 那就一层一层一层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把它变成在jungle里面 请各位就是 回去试试看 在那个 先做 那个什么呢 拍 这个 按右键 新建一个module module名称的话 也叫什么 if 我这边好像取了一个 if的BMI 那你也可以什么呢 你也可以把那个结果给秀出来 一幅的BMI 我看这边 这上个学习做的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把这些 就是再把它run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 就是说 如果这些 你在python都run的出来 可是如果在jungle里面 你要怎么样 把它重新再 秀在网页上面 比如说里面的话 这些啦 还有像性别 上个学期还有 做了一个什么呢 成绩计算 或者是取得面积 那还有什么呢 Minds CAI 这边后面好像也有提到 把这些的话 回去可以在先稍微看过 再来的话呢 就是表单的传递 这个我想也是比较重要 因为 未来网页 跟使用者之间交换资料 还是透过所谓的那个 表单 所以如果像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一个年龄 让使用者输入 他的年纪按送出 他自动就把结果 给显示出来的话 这个表单该怎么做 这个我想各位可以 假如这个你OK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 去把它改成很多 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把画面呢 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 那个 有些其他细节部分的话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差不多了 那就是 先把那个 入门的 范例先把它演练一下 大概了解 我们之后呢 会再把那些 入门的范例 再修改成 在Jungle裡面 可以被执行 在Jungle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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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Jungle裡面